乐坛天后陈慧玲时隔两年再在香港推出新歌 6月1日他现身香港九龙堂某电台 为新歌Be with you及花剑小路做宣传 陈慧玲透露现在每个月发一首歌 然后放在网上 但暂时就不会推出新专辑 而说到拍摄MV 陈慧玲则表示 在拍花剑小路时还不小心扭上了脚 所以导演在拍的时候 也没叫自己走太多路 好很多了 那之前就是 这很可怜的 因为本来一支很简单的MV 就是因为扭伤了脚 所以走每一步路都很难 然后最可怜的就是 本来是遇了一天去shopping 那那一天就不敢去shopping 只有在酒店里面用事项 助理帮我去看看买什么吃的 买什么 然后让我去选 只有这个 因为回香港 还要排舞 所以就不敢乱动那只脚 要需要休息 另外很快小朋友们又要放暑假了 陈慧玲说到时候会带两个儿子 去欧洲 比如英国远一些的地方度假 至于下个月大儿子的生日 就没打算大办 简单庆祝一下就可以了 不搞不搞 不要乱搞 很烦的 你搞过一次大了 那明天怎么样 所以我就是小搞好了 普通简单 没有男生都没有什么特别要的东西 有可能请他最要好的一两个好朋友 在家里玩打电动 他们已经很高兴了 某方全美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